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5月1日星期六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台海局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網路上有一個專門跟蹤衛星照片的Twitter帳號指出 原來大陸的山東號航空母艦 在最近兩天似乎位置上沒有大變動 惹來了很多網民的猜測 究竟是不是又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第二宗消息 美國加大力度推進台灣加入世衛大會 但是似乎今年台灣能夠參加的機會也不大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網上哪個Twitter帳號 究竟是怎樣說的 這個帳號叫做新27部隊軍事集團 他們說國外邊有的Twitter帳號就發現到 山東號航空母艦在28號的時候 就從海南省的三瓦基地出海 可能就是要向著巴士海峽的方向前進 但是根據29號的衛星照片就發現 山東號航空母艦 仍然 在三瓦市對出的外海 然後去個樹 航行距離不是去得太遠 似乎跟28號比起來的位置都差不多 於是引來了很多網民的猜測 究竟這次的事件 和之前 遼寧號被人發現不是怎樣動的事件 有沒有什麼關聯的地方 有些網民就打趣地說 是不是又在開放給其他國家的軍艦去打卡呢? 實際上說 為什麼會停滯不前呢? 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暫時還未見到其他方面的異樣 其實 遼寧號航空母艦較早前通過宮古水道的時候 就被日本自衛隊方面拍攝了高清大頭照 後來日本方面就特意把這些照片公開 其實他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想告訴大陸 遼寧號航母編隊的一舉一動 日本方面都掌握了遼如指掌 整個航母編隊的行蹤 都受到了日方的緊密監控 其實從以往來說 由一個國家主動公開另一個國家的航空母艦高清照片 都甚少見 因為一般航空母艦整個打擊群的編隊非常龐大 外國一般來說都很難能埋得身 怎樣能夠拍攝高清照片 肯定走得很近才行 所以到底大陸的海軍是不是有什麼漏洞呢 不清楚了 反正就是被人拍了很多的高清照片 好了 至於這次這個山東號 到底他們是不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還是故意走得慢一點呢 這個國防部的發言人吳謙曾經說過 航母不是澤南 遠航必是常態 那麼究竟山東號這次是不是在執行遠洋航行的任務呢 看不下就未必是了 因為距離三亞實在太近了 其實這個山東號 自從下水以後 都試過做很多的航行任務 包括了的就是 多次通過了台灣海峽 但是有沒有去過一些很遠的地方呢 比如說有沒有去過 大陸在東非這個吉布堤的港口呢 真的沒有去過的 那麼到底 山東號是能夠走得多遠呢 我相信就是不少人關注的焦點來的 根據統計數據顯示 中國在過去的15年間 成功所建造的海軍艦隻 那個數目 就是遠超美國的 原來 在2005年的時候 海軍艦艇只有216艘 到了2020年 就已經增加到333艘了 所以在15年期間 就是建好了117艘的 軍艦 當然包括了這艘山東號航空母艦 這艘是大陸自主研發 以及製造的 至於美軍又如何呢 計算的總數 都是只有296艘的軍艦 當然啦 在數字上就好像是 不夠中國多 其實 中國大幅增加軍備 都有代價的 不單只是建造成本 建造成本 只不過是一次性 但是後續的燃油成本 和 維修成本 那條數就很耐用 尤其是 就是大陸 近年就派了很多的軍機 藍隻 周圍 在台灣的 周邊海域空域的樹 叫做 巡航 那些 台灣就稱之為 消耗戰 因為台灣每派出一次軍機 去攔截的時候 首先那架軍機 就會有所損耗 就會增加了維修成本 而每一次執行任務 也是消耗大量的燃油 所以又增加了燃料的成本 由於脾肺太重的關係 台灣近期就更改了策略 就說以飛彈來追蹤 大陸的軍機 就是說他們就不再派軍機去攔截了 所以大陸玩這個消耗戰 不僅是消耗了台灣的成本 他自身也有成本 當然就看看到底哪邊的底比較厚 所以大家都在這裡消耗 而在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 那個封面 就以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來形容台灣 為什麼呢? 內文就說到 說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美國和中國之間保持著高度的模糊 使得台灣能夠維持著這個和平的現狀 但是美國長期對台灣都是採取戰略模糊 沒有對外保證 在台灣遭到武力侵犯的時候 會出兵協防台灣 經濟學人就認為 這種戰略模糊的策略已經是行不通 而美國也開始擔心 沒有辦法借此來阻嚇中國 武統台灣 所以他們就認為 台灣成為了 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這樣 其實這個戰略模糊 在美國內部 都有很多聲音提出質疑 就認為似乎這一招 都已經沒有什麼效果 至於台灣外交部長吳超洩 在接受 英國天空電視訪問的時候 再一次提到 如果大陸是以武力侵犯台灣的時候 台灣將會進行自衛 戰鬥到底 這些說話 其實就不只是說給台灣人或者大陸人聽 明顯地 還要告訴美國 台灣是有決心進行抵抗的 就借此來加強 美國所謂 協防台灣的決心 因為美國由頭到尾 都沒有白紙黑字寫明 究竟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美國將會採取什麼反應 純粹是說會支持台灣 支持都有很多種方式 接著我們就談談第2單的消息 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將會在5月24日舉行 大家記得在去年 特朗普政府曾經 推動過台灣 以觀察員的身份 列席這個世衛大會 但是失敗了 因為不夠票 今年美國又有所動作 美國國務院又出了一篇聲明 必須要在世界衛生大會 聽到台灣的聲音 其實近期有不少的西方國家都陸續表態 就是要支持台灣 參加這個世衛大會 但是 按道理由於在世衛大會當中要表決一次 那個表決就是簡單多數 究竟是否接納要邀請台灣作為一個觀察員 如果過不了半數的話 基本上就泡湯了 我相信 台灣在今年 能夠成為 世衛大會觀察員的機會 都很微 因為根本上就不夠票 當然 美國加大力度支持台灣 都不是說沒有作用 能夠使得 有五十幾個國家 兩百幾個國會議員 都是支持台灣參與這個 世衛大會 但是來說 這幫人的壓力不足 始終 世衛組織有 194個成員國 你要過半數的話 就是要98個以上 究竟有沒有98個國家 執政黨 支持台灣加入 如果有的話 才會有些機會 但是 只是一個非盟 已經有55個國家 再加上那些一帶一路的國家 都已經超過了98國 所以我看機會不大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